《唐伯虎典秋香》 有的却以遗憾离世,令人唏嘘不已 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些演员的昔日风采和现状 1.周星驰饰演唐伯虎 《唐伯虎典秋香》是1993年上映的一部经典香港喜剧电影 由周星驰主演并担任导演 虽然导演挂名是李立池 但实际上很多拍摄工作是由周星驰完成的 在这部电影中,周星驰饰演的唐伯虎是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以其机制和才华著称 周星驰已经61岁了 看起来满头白发,十分苍老 可惜一生无伴侣 周星驰对于电影的才华已经很久没有释放了 上一部作品还是新喜剧之王 那么他下一部是《美人鱼2》还是《少林女足》或者其他 2.巩俐饰演秋香 电影《唐伯虎典秋香》中 巩俐饰演了女主角秋香 一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角色 这部电影不仅巩固了周星驰的喜剧巨星地位 也让巩俐在华语电影界的名声大噪 巩俐现在58岁 作为中国电影界的顶级女演员 她以其深厚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在国际影坛上享有盛誉 巩俐在演艺事业上不断探索和挑战 参演了多部国内外的影片 包括与多位国际知名导演合作 巩俐的演艺生涯证明了 她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 也是中国电影的宝贵财富 3.黄瞻饰演华太师 华太师是最依靠华夫人和华安的 她完全没能展现出太师的威严 反而是胆怯更多一些 不过这种无厘头事还是蛮搞笑的 在电影《唐伯虎典秋香》中 黄瞻饰演了华太师这一角色 华太师是华府的主人 也是秋香的主人 她在电影中被描绘为 一个依赖华夫人和华安 唐伯虎化名的角色 并没有展现出太师应有的威严 反而显得有些胆怯 为电影增添了不少喜剧色彩 黄瞻本人是中国香港著名的词曲家 她不仅在音乐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 为50多部电影创作过配乐 而且也以其独特的个性和才华 在影视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遗憾的是 黄瞻已于2004年因癌症去世 享年63岁 4.谷德昭饰演对川长 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 谷德昭饰演了对川长这一角色 对川长是电影中一个极具特色的配角 以其机智和才学著称 谷德昭本人是香港知名的演员 编剧和导演 她在多部周星驰的电影中担任配角 以其独特的幽默感和表演风格 为观众带来了许多欢笑 谷德昭现在58岁 除了《唐伯虎点秋香》外 谷德昭还参与了《破坏之王》 《石神》 《大内密探林林发》 《少林足球》等多部影片 是周星驰的御用配角之一 如今 谷德昭依然活跃在影视界 继续以其才华为观众带来优秀的作品 5.吴振宇是演文争名 吴振宇是一位著名的香港演员 以其在多种类型电影中的出色表现而闻名 但在1993年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 吴振宇并没有饰演文争名这一角色 这部电影由周星驰主演 他饰演的是唐伯虎 文争名这一角色实际上由演员陈百祥饰演 这部电影是一部非常受欢迎的喜剧片 以其幽默和独特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文争名戏份可不多 但他作为江南四大才子擅长于书画和文笔 吴振宇现在61岁 没想到他也演过《唐伯虎点秋香》 可惜一闪而过的镜头没让人记住 其实吴振宇也是一名经验十足的演员了 6.李建仁饰演如花 李建仁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 确实饰演了如花这一角色 他经常在周星驰的电影中扮演浓妆艳抹 手指掏鼻的丑妇人形象如花 这个角色也成为了周星驰电影中丑妇人的代名词 在《唐伯虎点秋香》中 李建仁扮演的如花以挖鼻孔的标志性动作出现 为电影增添了不少喜剧效果 李建仁现年62岁 他的近况并不是很好 2019年与助手一起去争桑拿 不幸摔倒 导致中风 最终瘫痪并且失语 经过长期的治疗之后 情况要好很多 但身体也早过如以前 7.蓝洁英饰演唐伯虎妻子 蓝洁英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 扮演了唐伯虎的妻子之一 但并非主要角色 根据搜索结果 蓝洁英饰演的角色 在影片开头出现 是唐伯虎曲的八位娇妻中的一员 且在其中戏分相对较多 台词和肢体语言最为丰富 蓝洁英是香港著名女演员 拥有亮觉舞台山的美誉 她在1992年主演的 电视剧《大时代》中的表现 尤为突出 饰演的角色罗惠霖 深受观众喜爱 并因此获得了第三届 一电视大奖 十大电视艺人奖 遗憾的是 蓝洁英于2018年10月31日去世 享年55岁 8.刘家辉饰演《夺命书生》 刘家辉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 饰演了角色《夺命书生》 这个角色是宁王的心腹大将 以阴险毒辣和高强的武功著称 刘家辉是一位著名的功夫片演员 他在70、80年代 是影坛的武打巨星 以《少林36房》中的 三德大师角色声名大噪 该片也是他在国外 获得认可的作品之一 如今 刘家辉已经68岁 但晚年生活并不如意 自2011年中风后 身体状况一直不佳 加之家庭纠纷 使得他的近况令人唏嘘 9、林薇饰演宁王 林薇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 中饰演的宁王 是一个与华太师作对的角色 经常发威 但又显得有些外强中干 如今 林薇已经68岁 据网络爆料 他已淡出演艺圈多年 选择隐居在河北保定的农村 过上了养猪物农的朴实生活 与之前在荧幕上的形象大相径庭 此外 林薇近期被爆料 已经告别影坛 变身养猪户 并且在网上分享了 他在上海街头的影片 其中他询问护肤品店员这个产品 老太太能不能用 的宠妻举动 受到了网友的赞赏 10、黄一山饰演华文 黄一山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 饰演了华文这一角色 他是华太师的儿子 虽然不太聪明 但对华安、唐伯虎十分瞻仰 黄一山的表演 为这个角色增添了不少喜剧色彩 使其成为了影片中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如今 黄一山已经58岁 他仍然活跃在影视圈 不时在个人社交媒体上 分享生活点滴 并且偶尔也会客串一些角色 黄一山现在58岁 他是周星驰的黄金配角 也一直感激着周星驰对他的帮助 现在经常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分享生活 有时也会客串一些角色 十一 陈百祥饰演朱之山 陈百祥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 饰演了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朱之山 在影片中 朱之山是个性格风趣 行为有些轻浮 但又极具才华的人物 他与周星驰饰演的唐伯虎 以及其他两位才子 由吴振宇饰演的文征明 和陈辉宏饰演的徐真青 组成了江南四大才子的经典组合 陈百祥现在72岁了 不过看上去非常年轻 他同时也很喜欢足球 经常性和香港明星足球队一起踢比赛 还来到过贵州村超 一同参与比赛 十二 朱咪咪饰演朱倩 朱咪咪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 饰演了朱倩 她是唐伯虎的母亲 在影片中 朱倩是一个典型的喜剧角色 她的形象和表演为电影 增添了许多幽默和搞笑的元素 在《唐伯虎点秋香》中 她饰演的朱倩 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欢笑 也展示了她作为演员的多才多艺 朱咪咪现在68岁 喜欢看港剧的网友们 对于朱咪咪肯定比较熟悉 她是中国香港的著名邪星 十三 梁家仁饰演武状元 梁家仁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 饰演了武状元这一角色 在影片中 武状元是华府的管家 她的角色虽然不是主要的 但也是影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梁家仁是一位资深的演员和导演 她在70 80年代的香港武侠片中 有着非常活跃的表现 尤其是在多部金庸小说 改编的影视作品中 担任重要角色 梁家仁现在74岁 一代大侠已经老去 失去了年轻时候敏捷的身手 留下了经典的作品 十四 院穷丹饰演石榴姐 院穷丹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 饰演的角色石榴姐 是一个极具特色的角色 她自称风华绝代 但实际上经常以滑稽和夸张的形象出现 这种反差制造了许多喜剧效果 使她成为了影片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石榴姐是唐伯虎点秋香的灵魂人物 由于太过于释放自我了 让观众捧腹大笑 以至于石榴姐直接成为了演员 院穷丹一生的标签 院穷丹现在60岁 上一次印象深刻 还是在《爱情公寓》中的客串 出演胡一飞的母亲 然而现在院穷丹前不久 还被封为菲律宾穆斯林公主 据说所有穆斯林国家都要喊她为公主 石榴姐实力杠杠的 十五 郑佩佩饰演华夫人 院穷丹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 扮演了一个标志性的角色 石榴姐 石榴姐在电影中自称风华绝代 但实际上经常以夸张和滑稽的扮相出现 这种反差产生了巨大的喜剧效果 郑佩佩在《唐伯虎点秋香》中 饰演的是华夫人 她是华太师的妻子 同时也是告命夫人和华山大侠 郑佩佩的表演 给《华夫人》这个角色赋予了强烈的个性和深刻的影响 她的演技深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这个角色也成为郑佩佩演艺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遗憾的是 郑佩佩老师已于2024年7月17日失事 但她在影视作品中的精彩表现将永远留在观众的记忆中 岁月匆匆 经典永存 《唐伯虎点秋香》不仅是一部影片 更是一段记忆 一份情感的寄托 演员们的精细对比 让我们在怀念中感慨 在感慨中珍惜 院士区的艺术家们安息 他们的精彩作品将永远铭记在影迷心中 同时也期待依然活跃在荧幕上的演员们 继续带给我们更多优秀的作品和欢乐时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火候 不启 您 大家